第四季节目 第四季节目 行行啊 公主 太阳都晒屁股了 嗯 太阳晒屁股了 嗯 公主 你不会是在 尖气時間地睡觉了吧 嗯 太阳晒屁股了 对呀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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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办啊 这个 那你这次做什么梦了呀 我没做梦啊 你确定啊 我没做梦 泰泰 我是不是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睡火轮椒 不过为什么没有做梦啊 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啊 昨晚出的薛医药次 没有其他情况 难道是因为薛药 薛药 我有话要问你 你昨天晚上 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你发什么呆啊 我问你昨天晚上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夫人 你影响我 栽花了 这些花花草草根本就不重要 你赶紧回答我的问题 昨天晚上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怎么不重要 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它叫梨仁花 一年才开一次 花开时 叶子叼落 花叶永不消遣 以往每年我都会凑个花期 今年不用打仗 我终于可以看着它开花了 这花也太奇怪了吧 那我今年可以陪你一起看花吗 这花听起来也太孤独了 你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昨天晚上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早上起床我没有看见你 日上三竿 本将军自然有要事处理 哪相公主可以肆意谈衰 你等会儿 你为什么了红啊 脸没合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白先生 不好意思啊 公主 顺王爷求见 星辰弟弟来了 干杯 干杯 我来 我来 你再不是想看你 我把你放在这里 你也抢了 你又再想看我 你去看我 你去看我 这怎么可能 凑巧吧 你说 他会不会就是那个特别的人 什么特别的人 我给你看样东西 你看 观山先生写的 我给你念 大漠夜晚的星子 比京都要亮 不知婉婉是否与我一般 夜不成年 这世上总有千万个 安然入梦的办法 却只有在命中人的怀里 才能得到真正的安眠 纵有万千处流连忘返的风景 也只有爱人的怀抱 才是故乡 这写得也太美了吧 你说 他是不是就是我的命中人 黄姐啊 这些市井上不入流的书呢 都是骗人的 可是十几年来 他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你不会不想走吧 我怎么可能不想走呢 我只是 不想错过一个当正常人的机会 你怎么就肯定 你不做梦 就是因为需要的免疫啊 你倒是提醒我了 那我今天晚上 再把它拉到房里试一试 不是 我 吃饭 吃菜 哇 这个好吃 那你多吃点 将军在里面吗 是 少夫人 将军吩咐过 不让别人进去 我不是别人 我 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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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看 将军 什么东西撒了 顺王送我的桂花清尿 我本来想拿过来让你尝一尝的 结果 我 奴才真的没有碰到公主 不不不 不关你的事 主要是因为 我吧 我从小身体不好 站久了就容易头晕 如果 将军可以让我进去坐一坐的话 或许我就好了 谢谢啊 我好了 说吧 有什么事 其实吧 也没什么事 就是 我想请你 我想请你跟我 大胆地说 白先生是自己人 我想请你晚上跟我一起救济 出去 将军 属下还有钥匙 先行告退 下去 下去 快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这样 站着我害怕 要不 你坐着 说吧 我跟你说 我发现一件 特别恐怖的事情 什么事情 总之 总之它关乎到 以后我对你的态度 关乎到 你以后对我的态度 我昨晚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是 怕你想不开 不过是 怕你睡不好 我然是你啊 你昨天晚上到底对我做的什么 你知道吗 我昨天晚上睡得好安稳啊 我一个梦都没有做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不是点了我的睡学 你是点这儿 这儿 还是这儿 这儿 哪儿啊 啊 你 来 啊 来 你教教我嘛 教教我 教 你 你教我吗 教我 我教 就先回去吧 我跟你说 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教我点学 这么痛 我来 我来 哎呀 公主 我来 我来 哎 没事 你呢 去把酒温一下 待会枕头来了 好吃吃 枕头 什么枕头啊 枕头呢 就是 学药 嘿